好 接着我们就要来聚焦的是国际话题 一起来关心东加海底火山爆发 随时会引发地震跟海啸 大浪袭击东加的画面现在也曝光了 再把时间内容交给若姨 好 我们就要来看到这个 东加海底火山上周六爆发之后呢 是引发了这个强烈地震以及海啸 那么美国太空总署呢 估计这个爆炸威力呢 大约是广岛原爆的500倍 而当地的这个通讯也中断了 目前呢仍然没有完全的修复 所以呢有很多的消息是陆陆续续的传出 那么今天呢CNN也获得了 当时这个海啸发生时候的画面 我看到很多人开着车要逃 还有很多人呢拍下这个 大浪冲进住宅区的画面 可以想见呢这个当时的情况 有多么多么的危急 那么有一个叫做这个 我的东加人的脸书社团上呢 今天终于有人po出了这个灾后最新的照片了 在这个东加塔布岛有一个村落呢 灾情相当惨重 这个很多树木呢连根倒下满地 都是这个被海啸冲断的树枝残根 还有呢仔细看才会看到有这个车辆都被淹没了 被这个树木还有垃圾都盖了过去 另外呢还有一些居民来看到呢 站在家门前相当无奈 看着门口呢有这个满着垃圾 还有一些这个废弃物 不知道该怎么办要怎么清理呢 都是问题 截至目前为止呢这个东加已知是有三个人 罹难有多人受伤 只是官方呢还没有公布这个确切的伤患人数 另外这个根据美国NASA的估计呢 这个东加海底火山爆发威力 相当于一千万顿的TNT炸药引爆 前面也说了比这个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强了500倍以上 NASA的专家表示说呢 相信未来有很长一段时间 再发生这一种规模的爆发可能性就很低了 那么美国地质研究所有学者就表示说呢 这次火山爆发所发出的声响呢 可能是地球最近139年来记录到最大声的声响 距离东加9744公里外的美国阿拉斯加也都听到了 那么在经历这个海底火山喷发之后呢 东加官方今天首度攻心了灾损的资讯 而证实有三人罹难还有大量的民宅毁损 当中呢有一座岛屿叫做蒙国岛 上面的村庄全部都被摧毁 先来听一听联合国的最新说明 而另外有一艘邮轮呢 在秘鲁外还漏油了 导致现在可以看到呢 海滩上头还有海面上是涌现大量的污渍 还有很多的海鸟鱼类死亡 生态也遭受到了破坏 那么这艘邮轮呢 其实原本是正要运送原油到炼油厂的 但是卸货的时候呢 遇到了异常大浪 结果导致这些原油都漏进海里了 所以呢现在在这个海滩上头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羽毛上头都沾满了 这个污油的鸟类已经明显死亡了 海滩上呢也完全都被这些油污给染色了 那么最了解呢 这个货轮当时哦 载了大约有100万桶的原油 目前还没有办法估算 到底是有多少原油流入大海当中 根据这个路透社的报道呢 这些油污蔓延了大约有3公里这么长哦 已经波及到了一共3个地区的海岸 秘鲁的环境部长则是表示呢 这个漏油可能就是跟东家的海滴火栈爆发有关联 当局是已经下令这个炼油厂10天之内呢 要赶紧清除这些油污 以及来调查真正的原因 那么除了疑似秘鲁受到影响之外呢 也传出日本同样受到影响哦 因为有人发现说呢 在鹿尔岛鱼港有这个狮鱼的鱼苗呢 大约有最多到8万位的鱼苗死亡 根据这个日本的独卖新闻报道说呢 鹿尔岛这个有一个中子岛的南部呢 有一座港口 当地16号呢 也因为这个东家火山爆发 所以发布了海啸警报 那么之后呢 在这个地点就有人发现 有大量的这个狮鱼鱼苗暴毙 疑似是因为有大浪 强烈的摇晃到了这个养殖鱼网 所以导致大量的鱼苗相互的碰撞 或者是这个鱼苗撞上鱼网死亡 当地的这个渔业协会就表示说呢 他们也发现还有很多是这个 已经衰弱的鱼苗 所以呢估计哦 算一算这个死亡鱼苗呢 很有可能已经达到了10万位 所以呢算这个损失总金额呢 有可能是上看2000万到3000万日元 那以上呢就是这一节最新的 请求现场提供给您